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還記得在我開始研究主電腦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看各種文章 學習每個零組件的線要怎麼接 然而最困擾我的地方就是主機板的接線了 主機板它真的是一個大雜營 從它的英文名叫motherboard就可以略知一二 整個主機零件沒有一個部位是沒和它接觸到的 後來組裝我這台電腦時 也被這個接線困擾許久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機板上的基本接線 如果你是想組電腦的朋友 我想這部影片可以幫得上你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說說主機板上面的硬體插槽 主要常用的有三個 包含CPU插槽、記憶體插槽、還有顯示卡插槽 這張東西網路上已經有很多相關的安裝影片 所以這裡就不多做介紹了 這集影片我會偏向講解其他常用的插槽接線 來說說與電源供應器連結的部分 總共有兩個地方要接 一個是CPU供電插槽 一個是主機板供電插槽 CPU因為本身TDP就高 需要獨立的電源來做額外供電 那這個主機板上的CPU供電孔為4PIN供電 現在新的主機板大多是採用4加4的8PIN供電 所以可以提供更多的電 並且能承載更大的電流量 那這裡要注意電源供應器上是有專門的CPU供電線的 千萬不要拿到插顯示卡6加2的8PIN供電線來插 不然你的CPU會跳舞 那主機板供電的部分就很簡單了 把電功上面最大的那一條24PIN線插下去就對了 這沒什麼問題 這個24PIN線主要供應像是記憶體、顯示卡、USB等 00種種的供電都要它負責 再來看到資料傳輸的SATA孔 就是長得像L型的這個 它可以連接你的電腦硬碟還有光碟機 另外一種資料傳輸孔是M2插槽 再來比較新一點的主機板會看到 可以接M2接口的SSD 體積小又不用像SATA要拉線 再來看到旁邊有一個長得很像電池的東西 不用懷疑,它就是電池 這個電池每個主機板都會有 目的就是在你電腦斷電的時候 它可以用微電流記錄主機板的BIOS設定 還有日期與時間 如果你每次開機常常發現你的時間被重置了 那就代表它沒電了 可以去超市或便利商店買一顆來換就好 一顆30塊錢就有了,很便宜 接下來說說主機板上的針腳 這也是我那時候最容易搞混的地方 第一個是風扇針腳 分為CPU風扇和系統風扇 CPU風扇插槽通常會在CPU附近 讓你可以就近連接 然後可以看到它上面有CPU Fan的字樣 那就是了 如果是系統風扇,它就會標CHA Fan 而且它都會採用4PIN設計 兩條線是正負極 另外兩條一條是側轉速 一條是調整轉速 所以如果你的CPU散熱器支援PWM 那它就可以適時的依照你的CPU的溫度來調整轉速 再來說說連接前板的各種端子 首先是這個 整合了開機和重開機的針腳 主機殼上都會有開機鍵和重開機鍵 還有LED燈的符號 所以這個針腳就是在處理這些瑣事的 可以看到它針腳旁邊會標示各個針腳的功能 比如說左上方寫著PLED 就代表左上方的針腳是PowerLED 就是你開機鍵上的LED燈 而右上方PWRSW 意思就是開機鍵Power Switch 右下方的Reset是重開鍵 然後開機和重開機正反接都沒插 只要能將它們短路就可以執行 那LED部分就有分正負機 要注意別接錯了 那有人會問如果插反了怎麼辦 那它就不會亮 你再把它拔掉反插就好了 然後每個主機板的針腳設計都不一 所以要對照它給的資訊去插 接下來是USB 很多主機殼前方都會有USB插槽 這些插槽就是連接到這個針腳上面 一組針腳能擴充出兩個USB槽 圖中這個是USB2.0的針腳插槽 USB3.0會長這樣 兩個是不同的 而它們的針腳都會有做防呆設計 所以不用擔心會撞錯 那最後一個是這個 可以看到它寫AAFP1 這個就是連接機殼前方的音訊孔 主機前板有麥克風和耳機孔 就是從這裡來的 它也有做防呆設計 所以不用擔心會插錯 那安裝主機板的所有插槽 就介紹的差不多了 這個是我在學主電腦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所以整理出來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